客戶寄回來的那個 掃描平台 然後客戶不小心掃到了 說明書上的條碼 然後造成它現在沒辦法自動掃 那這個掃描平台呢 如果你不小心掃到了手動 或是造成它不能自動掃的話 由於這一類的掃描平台 它是不能夠 它不能夠 它沒有按鈕 所以如果你要讓它恢復的話 只能夠拆機按鈕 我們先打開 看一下 上點是這樣放 那首先呢我們先接 電源 首先我們先接接 接接USB 先把WESB介紹 機器嗶嗶兩聲是正常的 那 我們把它放到接近電腦這位置 好 稍等一下鏡頭 這樣子 那畫面的 下方 開個 筆記本 我們先看看機器本身正不正常 這裡 可以 可以 好 我們用平台掃描上盤 把順便法切成另外 然後我們拿個 煙盒 上面有條碼 大家出去看 它現在已經不會自動感應了 好 這時候的機器它不會自動感應 因為它已經 它已經不會自動掃描了 客戶應該是掃到那個 變成手動 那我們要怎麼恢復它呢 首先呢 我們要 把機器呢 反過來 然後去做所謂的 拆機的動作 把這底部的 圓篩呢 進一點拍 把底部的這個 腳墊 腳墊篩 先取下來 夾子 也可以 夾子 因為這類的機器呢 它 它是不會有 本身是沒有按鈕 所以一旦呢 你把它 不小心掃碼 掃到說明書上的那個 說明書上會有一個 叫做手動掃描 但是這類的機器通常它是感應的自動掃描 如果你掃到了手動掃描 也就是說機器 沒有按鈕會讓你按它 按它變成自動掃描 所以你就要把機器打開 去找它主機板上面有一個 有兩個短路的點 那兩個短路的點呢 其實就是 讓機器變成自動掃描 就是 我們這個時候呢 我們先把 EVSB的電源先拔掉 然後呢 底下稍微墊一下 那 由於這個要拆機器 所以客戶是 怕它弄不好 所以它是把機器寄回來給我們弄 那我們就剛好透過這影片呢 順便拍一個 教學 好 好 底部會有四個螺絲喔 它的 彩協沒有很複雜 那這影片呢 我們也會順便提供給這位客戶觀看 所以 所以 要記得 那個 掃描槍啊 或是這類的掃描平台啊 你收到貨之後呢 可以的話 機器其實都已經設定好了 插電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那不要去掃說明出上面的一些功能 因為萬一掃到 不對的功能 就有可能會出問題 就很麻煩 那我們就把這底蓋 大家看到嗎 底蓋就可以取下來 OK 然後 接下來我們去找到一個 它有一個IC 來我們這邊 拿下來之後呢 這邊拿下來之後呢 這邊底下的底板 底板這邊的螺絲 還要再把它卸下來 這次跟螺絲 我們要接觸的 觸點 在這個 機板的底部啊 如果不卸下來 基本上是 就不行了 這也是四個螺絲 固定的 好 如果是取下來之後呢 這底板就可以 取下來了 然後在這裡 在這一個地方 這一個地方呢 它有 兩個點 拿兩個點 大家注意看一下 這個IC 以這個IC為主 這個IC的底下 這兩個橫向的點 這兩個要給它短路 這兩個就是一個 壓下去 這兩個短路之後呢 掃描器就會啟動可以掃描 那 我們把畫面 給這樣子縮小 抬近一點 好這樣子 換個點好 好 然後呢你可以 到我們 呆呆的官方網站 你在這裡 輸入 5001 之後呢 這邊會有一個 教學 教你 如何去 如何去掃描的 如何去掃描的 然後這邊會有兩個 兩個標籤 也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 短路 這個開關 短路這個開關 我們找一個類似鐵線的東西 比如說一般我們在綁電線的那種 那種綁條 它就有這樣的 兩條小鐵線 對不對 那兩條小鐵線呢 我們就可以去 這樣子去短路它 壓著它就可以短路 那我們把它 弄下 這樣 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去短路它了 短路 然後短路之後呢 讓它變成可以有 手動 觸的功能 那沒辦法 因為這款機器呢 它是不能手動的 原廠我們 預設定 設定出去呢 它就是 它就是那個 自動 好接下來呢 那我們就把 USB 把它 接到電腦 這個時候呢 機器是亮的 但是它還是不會自動掃 目前的機器呢 它還是不會自動掃描的情況 所以你這樣掃它是沒有用的 它它並不會亮 因為它沒有感應到 然後我們要用這個觸針呢 我們要來接觸這裡 這兩個點 把它弄短一點 這樣子 一個小U 這樣子 然後把它撬高 接下來呢 這裡呢 這兩個點呢 把它壓著 讓它 我們用 用 用印的好了 我們把這一份印出來 這樣比較不用用電腦 因為比較 麻煩 我們做列印 列印這個 章馬出來 現在 印兩張吧 第一個是 開啟自動感應模式 然後第二個條碼是 保存設定 因為 沒有手 最主要是沒有手 你又要接觸這裡 又要去掃那裡 就會造成沒有手 好 這裡來接觸兩個導入 等一下我們這兩個接觸 它就亮了 這樣有發現嗎 這兩個 你只要這樣子 接觸 它的螢幕就會亮 插到孔裡面去應該也是可以的 這樣它是亮的 那就這樣子就好了 也不用 當它亮的時候呢 大家注意看 它應該是亮的 在它亮的時候呢 我們去掃 掃第一個碼 就是讓它變成 可以啟動感應模式 那我們是用印的會比較好 蛤 不是啦 那是 這時候它亮著的 它又掉了 你幫我把那個列印的東西拿過來一下 也就是說這兩個 也就是說這兩個 這兩個孔呢 這兩個接點呢 接觸之後呢 我們把畫面調進了 給它比較好看 畫面調進了 這兩個點 這兩個點 導線接觸上去之後 這邊亮 亮的時候呢 我們把 印出來 這邊印出來的 這個功能 第一個 這個是開啟自動感應模式 好 那我們就是 要密 先接觸一下 慢慢會這邊亮 然後拿去掃 然後拿去掃 去吧 讓我來看看 讓我來試一下 好 好 好 有量卻沒有少,這是為什麼 奇怪,為什麼有量卻沒有少,還是底部 哦,我知道為什麼 我們剛剛做了一個錯,它的感應在這裡 然後這個是空的,所以我們要把它套上去才可以 這裡,這個部分呢,我們必須要把它蓋上去 這裡,這裡蓋上去 然後我們來短路這裡就可以,要不然的話 它這個,因為它這個的探頭 抱歉,這個忘記了,它這邊有一個感應頭 掃描頭,掃描頭就我們要把掃描頭套上去 套上去上面這個 上面這個裡面,它才會掃 所以難怪我們剛剛,條碼放上去它都不少了 然後這裡一樣呢,我們要把它接上去 所以就不好意思啊 真的不專業 這不是說很好短路 我們就拿這樣子好了,第一個條碼在這裡 第一個條碼在底下,我們這樣子直接接觸 我不行,它一定要有光照 然後去掃到這個 然後去掃到這個 其實感覺好像是不是,我直接這樣子掃就可以 來,第二個條碼 在這裡 然後直接接觸它 不行,它一定要有光照 所以,所以還是要透過它 還是要透過這個 剛剛我們掃了一個自動掃描之後呢 剛剛我們掃了一個自動掃描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掃這個保存 保存的條碼 保存的條碼 它現在已經OK了 來,這個條碼呢 這個條碼呢 這個條碼是 開啟自動感應模式 這個保存設定 那這個時候呢 機器就已經 恢復了 就搞定了 恢復之後呢,我們就再把 這個板子裝回去 固定回去 它有一個固定點 是一個框框固定好的 再把它鎖回去 用小螺絲 撕個小螺絲把它鎖回去 那這影片呢 也會放在我們官方那邊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眼睛不太好 好,把它固定鎖回去 小螺絲 小螺絲應該比較好爽 小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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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這種事情的時候 建議叫 眼睛比較好的年輕人去做 所以我們這個 有老花的做做 看小東西看不清楚 就不方便 小螺絲 那這個動作呢,其實 叫客人自己做 客人其實 也有可能會 這波樓來了 好,最後我們這個要放上去的時候 我們稍微給它 轉一下 轉一下 那感應器是 你東西上面 只要有東西經過 它就會 兩 那在這裡的時候呢 要注意 要避開 避開中間這個區 那它有一個 它也是有一個方向性 這樣子 然後大家可以試一下 現在可以看一下 它 上面是不是正常 OK 正常之後 恢復正常之後呢 我們再把螺絲 給鎖回去 然後注意這邊喔 這邊這一個 這一個 要把它 扣進去這裡面 蓋子才蓋起來 啊 這是一個重點 如果你不知道方向的話 其實很簡單 它的線是從這邊出的 然後就從這邊蓋就對了 這裡 這樣是代表方向是正確的 然後再把螺絲 這個 這個位置的螺絲呢 把它鎖上 先把它 抿上去了 之後再做鎖緊的動作 之後再做鎖緊的動作 好 好 最後一顆 好 OK 鎖緊之後呢 最後再把 它的底部的 筷子 把它 把它 套上去 黏上去 這樣子 來一顆 來一顆 放哪去 好 我們 來個 遠拍一下 把我們的鍵 打到旁邊一下 好 掃毛器 在這裡 我們 基本上這個過程 一到 會剪 這個 那我們做一下測試 刪除 那現在機器呢 我們經過 來 先把電拔掉 我們測試一下 我們接上電腦 然後它會嗶嗶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測試 比如說 煙盒上的條碼 咳 咳 咳 等一下 感應位置沒有弄好嗎 哇靈 好像 是沒有對準 噢不行 它現在 它剛剛那一聲嗶 就是 有錯誤 應該是我們 有什麼地方沒有接好 弄好 再弄 看一下是不是 什麼地方沒有弄好 然後 正常來講 它開機 是不會有 嗶的那個聲音 嗶嗶 然後就很簡單 就結束了 不會有那種 嗶的聲音 那嗶的那個聲音呢 我們要看一下是不是 線頭有脫落之類的 如果有電動工具 鎖的螺絲會 會快一點 會比較簡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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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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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它的底部 喔對了 它這個跑掉了 直接把電子固定在這裡 難怪它會 這是它的感應器 很重要 感應器跑掉 然後這裡呢 這裡要對好 感應器 照片 這線 還是要再 軟小一點 讓它這個彎曲 可以避開 好 我們再看一下 剛剛是這個感應器 好 這個感應器 是這樣子 這是一個感應筒 這是一個感應筒 在這中間 這裡 套上去 它算是一個 也不是算是 也不是感應筒 它是一個 放大的 在這裡 這一顆 我去把它放上去 剛剛應該是我們固定的時候去 去背到 去撥到它 它會造成有這個問題 這時候我們這把 它這個並不是固定做的 它只是 有點壓上去而已 夾上去的那個感覺而已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再把它套上去看看 這裡當然要先弄好 好,我們先切試一下 對,這次套上去就對了 對 我知道感應頭為什麼會被我弄掉 因為 這裡沒有弄好 這裡先放好 對這個感應頭 這邊就比較麻煩 比較複雜 先要去避開它一下 好,把它放進來 好,放到這裡 這裡就把它放進來 我們再把它 滑掉 重新接 它又咚 有這個聲音就錯了 有這個聲音就不對了 好,我們可以這樣做 是否可能是從方向裝錯了 嗯 是不是感覺方向裝錯了 好 好 我們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做 插掉接 within OK這樣才是對的 這個感應頭它是有分方向的 因為它感應頭的底下呢 有一些接點 方向對的話就像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再來做位置的 這個固定 算是個經驗 其實原廠跟我講位是第一次 就把它鎖上去 現在是可以打 OK現在就改變正常了 然後再把螺絲鎖回去了 難怪我們一開始剛剛在那邊鎖 一開始要鎖的時候其實覺得有點 這個蓋子好像蓋不合 就是感應頭沒有對準 正常來講像這個蓋子蓋上去 這個螺絲其實是 都是可以順順的鎖下去 都是可以順順的鎖下去 不過最好是收到這種 這種掃描槍啊 掃描平台啊 可以的話呢說明書上面的 條碼 我們會附這些說明書啦 然後說明書上面會有一些條碼 條碼上面的功能其實是備用 然後呢可以的話不要去亂掃 因為掃了出問題就比較麻煩 因為他原廠我們有問過他說 為什麼裡面的那個 就是像這種自動掃描的平台 還沒有做按鈕 他說因為那個都是 原廠設定好就是自動的 那客戶如果不已經掃到切成手動 那就得要再用 手動的 那個方式再把它做回來 那原廠的說法是 那個地方 是正常來講是可以用一個按鈕去取代 不過呢 因為客戶一般這種機器都是自動的 他們也不會去特別把它 把它設計的按鈕在那裡 小插曲 我們固定的時候 沒有去留意到 中間的那個感應器 已經脫落 才會造成這個問題 好我們再去 回到測試面就直接這邊來 這邊來 拔掉 這邊拔掉 然後再插上去 嗶嗶兩聲 沒有任何其他聲音 就代表機器是正常開機 那我們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這裡來 我們把之前的 結果 這樣摔上 OK OK 然後它這種 這種東西其實 你不能太近 你這麼近 它不一定會比較少 好像也可以 掃的 掃的那個 然後 它掃描喔 要有一些間隔 你比如說你這樣掃完之後 原地這樣 它會有一個間隔 時間 有移動 它才會再繼續掃 好 那 那 那 提供說一下 像這個的話 帳單這種 這種帳單不知道 能不能掃 太長 未必掃得出 很久 太長了齁 那這個條碼太長 就掃得出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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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其他盒掃 這個 煙盒 那你手機就有玩笑 都可以看 開 開那個 二維碼 微信啊 什麼東西的 好 這是 手機的行動條碼 還是可以掃 大家看一下 這一次呢 其實我也學了一個經驗 因為 原廠跟我講 就是很簡單 就是接觸這樣子 那 它還是有一些 有一些 不好識別 來 我們的名片齁 我們名片上面 會有 有時候會有二維碼 也是可以 可以識別 二維碼 然後這裡也有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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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可以識別 然後後面這裡也有個 網站的二維碼 也是可以識別 正常 正常 然後 然後 這裡是一個 這裡是一個 LINE官方帳號 這裡是LINE官方帳號 這裡是LINE官方帳號 都正常 可以識別 那就OK了 然後 上面這 Google Play OK 掃螢幕碼 也OK的 OK 也可以識別 OK 那這機器呢 我們會 裝入原包裝 然後呢 寄回去給客戶 那同時呢 這個過程影片呢 也會給客戶觀看 就是有幫他做 幫他將機器已經做好 恢復了 好 都這樣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影片到這裡 謝謝